嗆嗆三人行 今天咱们一块儿录两集节目 刚才那集节目 我觉得要有个话题 就是微博上都是谣言 但是这集我的话题 叫做微博上都是真话 这为什么 你看 我给你讲一个微博的段子 一下你马先生 你能把最近的新闻联播 真正的新闻联播 你能捋一遍 这段子说什么 群批艳照救了北京大雨 周克华救了群批艳照 反日货游行救了周克华 哈尔滨大桥侧华救了日货 陕西客车追尾救了哈尔滨大桥 杨局长的手表救了客车追尾 打空姐的方大国救了杨局长 谁来救方大国 你知道这事吗 你知道方大国吗 知道知道 是不是香港有个议员叫方大桶啊 我不知道 议人 有个议人 然后唱歌的 真的吗 这几天方大桶我也不干 因为拿出一个报纸的标题说 印错了 说方大国没动手 动手的是方大桶 方大国月秀区 我原来生活在那个区 月秀区武装部的这个一个部长 还是这个区武装部的是军人 是法定的常委 他这个很多说是区常委 方大国怎么怎么动手打人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空姐了 而且涉及到这个网络社会 现在经常有人分析啊 这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看啊 现在的这个网络 我最近注意到环球 那意思环球时报 发了篇评论 具体文词我记不清了 他那大概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就是网络监督 这种网络监督的情况啊 就是中国的官员啊 因为这个许多 尤其是基层官员素质较低 就说这种揭发啊 会越揭越多 但是呢 这也是一机会 就教他们怎么做人 对吧 然后呢 那意思有点什么呢 谁得逮着谁倒霉 你知道吗 就是 那肯定是这样 你像方大国 这就是被逮着了吗 喝酒了吧 喝酒是他的起因 喝酒了 喝酒了 不喝酒 估计还能控制自己 是吧 那么 我 就是我看到了一个 就是网友的思考 我觉得他的思考是特深的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说 谈话是有意义的 他说这件事 方大国本身呢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生活中发生这种人冲突的事很多 每个人都有 但唯一不同的是他有一身份 而他这身份是他亮出来了 他要不亮呢 也就没这事 没事 这身份 说句实在还亮呢 还不够大 说你这身份真大也成 又不大 你要上来说 那是南行是吧 东行 南行 南行 对 一上来说 我南行董事长 这事也就没了 对对对对 对吧 他这身份又不够大 然后第二个事呢 人家说在这后面 这个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下一层 就是在整个的争执当中呢 现在我们都是按照网络的资料来说 就是他老婆 方大国的老婆呢 自残 然后表示我也挨打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互殴 不是单独的动手 说这个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下面的体制的遮盖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月秀区方面最早拿出来的 说调查 对 你体制开始遮盖这件事了 这个就是激怒了所有的人 因为什么呢 那个女孩一开始在第一时间 就这微博的力量 刚才你说微博是真实 他发了四五张照片 那照片有撕破的兜 这个胳膊不是吧 脖子上都是红的 红一块清一块的 这个大家都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呢 你所有的事说没有 没有他哪来的 空姐天天遇到啊 就我替空姐说句话 空姐天天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天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天天都处在一个 比较难生存的状态 所以他对付这种人的经验 比我们丰富 我们要是上去当空乘人 早翻车了 你什么态度 你还拎这么多包 是不是就翻车了 但是他忍 一忍再忍 还是出了问题 那么这几层下来以后 忽然发现最大的问题是 体制出来为他背书 为他包庇 这个是所有人 引起最后的重度 现在的结果是 方大国一位停职 停职了 道歉 什么道歉呢 都是清的 现在是停职了 他现在愿意道歉 他不愿意停职 你跟他说 现在二选一 您愿意道歉 还是愿意停职 他一定愿意道歉 现在事实是 又到了前 又停职 又很亏 如果月秀区 当时一开始 第一时间说 我先把他停职 停职不是个什么 大不了的事 先停会 不是 马先生 我也见到 有的微博上 也有些理性派的 就说 说你严格来说 这网上一哄起来以后 这个人就不可能是好人了 他说但是 方大国到底有没有打人 这个还没调查清楚 而且说 最久没有上飞机 那人说 饮酒可以上飞机 醉酒不能上飞机 而你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当时处于 以后先上飞机 吹一下 他关键 我还没说完 最下面这一层是什么 说体制 为他遮掩 还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所有在场的人 没人出来作证 最后由一个国际友人出来作证 中飞的留学生 这个留学生 坐的离得比他们近 挨着他们坐 这个人出来 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作证 对 但是这个留学生 是也说 并没有看见打 但是他是看见抓了胳膊 他相信那不是友善的动作 对对对 而且说的都很法律 法律语言 不是友善的 但是这个 我想那飞机上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为什么中国人 都不出来作证 因为中国人 都考虑各种厉害关系 对吧 可能都住岳秀 这是使所有 不在场的人 愤怒的 但是你知道 所有不在场 愤怒的这些人 如果在场 他也不一定出来 明白 这社会就这么复杂 你知道 这说是 他们现在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这就是中国社会 现在的现实 就是说 我看报纸评论 他们都这么说 说为什么官方的 就过去 所谓正牌的监督机制 你们扶皮潦草 发挥不了作用 到最后 中国现在不得不进入一种 事实上是微博监督了 网络监督了 但是这个网络监督 可就没什么轻重的 说实在的 就像你这事 到底是什么性质 你最后受到的惩罚 与你所犯的罪行 是否相当 这你就不能挑剔 网络监督的特性 甚至就说 那杨局长 你记得吗 那大克 那杨局长 那带了十一块表 带多少块表 说那表特有意思 网民太聪明了 他先说带了五块表 网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大表哥 那生动 生动啊 然后后来呢 后来大表哥呢 人家扒一下 又给他找了六块 凑成十一块了 网民改名了 叫大表叔了 大表叔 大表叔现在还出来说呢 说我这表啊 不是我一个人带 我儿子也爱带表 有时候我们父子俩就换着带 然后怎么怎么算钱 说这块表啊 三万多块钱 我一年呢 工资能挣个十七八万 然后我儿子工作 我儿媳妇工作 我老婆也工作 好家伙 人家只买表了 我觉得官员到这程度 这个事再来去解释 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犯不着了 你怎么解释 你知道 我老说一个人说一句瞎话的时候 得有十句瞎话来褶上一句 然后有一百句瞎话来褶这十句 你两轮就出问题 多少人 那人全是人间的 网上多少人 你一个人的智力对付不了的 你只要说瞎话 你反而定定得死 没有 而且甭说是这个真事 说瞎话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体会到 即便就是谣言 他们不是拿我那名造谣吗 谣言 我最近明白了 这个辟谣啊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不能 你一张嘴怎么说得过一万张嘴 和武上的耳朵呢 你明白吗 你没法 他不是一个对话的 而且通常这些谣言 他都是血腥味比较重的 那就是大家喜闻乐见 大家就觉得 因为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越来越厉害之后 你看不到那种 非常惊悚的标题的时候 你根本连看都不会去看了 所以就造就了这种 真的是非常血腥 光美 你也常坐飞机啊 听说光美有一回都打空简 不是打中国空简 他要打美国空简 那我要解释我为什么在美国差点跟那个空姐打起来 因为他真的动手推我了 美国空姐那么忙呢 是 重点就是呢 他们临时最后一分钟换了机门 我就冲冲冲冲冲 冲过去之后 他就跟我说 那个你所有的随身行李不准上飞机 我说为什么 他说飞机已经全满了 我就一个小小的小箱子 而且不好意思 我还坐那个头等舱 我就说你不会连这么小箱子都放不下去吧 我就准备要进去 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跟机门差不多大了 他还插得腰这么一战 然后他真的是 就是说你是不 他说你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territory 这是我的领土 在没有我的允许之下 你是不准进来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是要把箱子留下 还是离开这个飞机 然后你知道 因为那里面都是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但是都是电脑 一些女生琐碎的小东西 易碎物 我才会随身携带吗 全部搂出来抱着 然后给他一个空箱子 然后就走了 你知道我那种各种郁闷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上了飞机之后 我越做越火大 我打开上面的行李舱的盖子之后 半满 半满 还有各种的空间在里面 我想OK 我就把我的手机打开 我就开始拍照了 要投诉是吧 上微博 美国公众不玩这个 不玩微博 我可以直接告他 你看 你这个就是西方的手段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不靠谱的事哪都有 而且你说 你要说中国的这个 我有时候觉得 实际中国航空公司那小姐 整体来说 基本上还是笑脸相迎 绝对是 因为我到英国 我就回了 我就发现外国人 真是得理不饶人 他那个不善 对你不友善 你那行李箱的光细 就根本不管你 哪还什么三驱功 那个没这事 我发现英国人 就是他守规矩 中国的服务现在是最好的 是 没有 喝不得就给你跪下了 你还打他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童我得先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进步讲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广美说这个事有点意思 因为我刚从欧洲回来 不管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 我都觉得他们空乘人员不友善 外国人就是个权力和规矩 你这个行李超重 没商量 他就给你一把就给你推出去 甚至是他那个 就是比如英国人 他为了维持一个规则和秩序 他根本就甚至是个推推桑桑桑 你就是你在剧场快上演 当然咱也没修养 发个信息打个电话 他占据了道德高地一样 对你就很不礼貌 但是你看我为什么 我有一个感觉 中国人实际上 我认为还是新兴国家 当他一开始引入这一套的时候 他的空姐就是这么训练的 对 就跟舞蹈演员一定要几度微笑 你就得笑 不管怎么着 你甚至贵士服务 对吧 他严格做到 老实讲 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的服务业 我觉得很多不靠谱 也是有的 但是至少他被训练的态度上 你看一般来说 他都忍了 都忍了 比英美人客气多了 而且中国人很容易通融 西方人不通融 我们在法兰克福 有一次转机 转机我是比较贼的 我说外国人肯定是 你晚了不行 到点的 他肯定关机门 那回人多20多个人 凡是20多个人的时候 都里里拉拉 我上去就坐那 然后我还跟后面那人 在那磨蹬的人说 我说因为我已经过了安检 他们还没过安检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只能打感情牌 到跟前跟他说什么呢 说那有一孩子 他妈带着他 拉肚子在厕所 能不能等 你真的空姐说什么 等一分钟 他绝对不等你 没错 中国人那就肯定 中国那晚登机的 我们能不能坐飞机上好几次 但是到最后那个人 晚晚的还上来了 再多早没了 没错 而且你说 我就觉得欧洲 为什么将来也需要咱们救呢 就是需要咱们打救 我就看一圈 他们真是不替老板挣钱 不想挣钱 就是该关门的 走走走 进去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确实也挺好玩 那天他们在讲中国的选秀节目 就是早年间不是有神丑的那种吗 我就发现 因为我在英国和法国 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从小 身体语言跟我们不一样 可以是伺候人的 但是他说话一定是梗着脖子的 你注意你看欧洲人 他是挺胸梗着脖子跟你说话 不管他是什么一个司机 还是一个什么 但是你看中国的服务业 我说一下就叫斜肩产肖 对吧 对吧 有时候选秀那个碰见评委了 碰见导致了 也都这样 就是一个孙子馅 这个跟文化有关系 这早期其实空姐的标准非常高 我还记得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那种所有普遍女孩子的第一志愿 都是希望当空姐 空姐对 但是你刚才 我那时候记得我的 我有一个历史老师 他说考什么空 就还警告我们考什么空姐 不准考空姐 空姐就叫做空中下女 我们一听 老师不是这样子吧 台湾人这么看 那时候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 一个历史老师 他这么说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种 充满了梦想的那种心灵上 就狠狠地砍了一刀 但是还是很多 我那时候后来开始当模特儿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在那个空姐补习班里面 当老师 就是专门教你怎么 端正你的那个 你知道所有的女孩 这是跌破头的去 要去考试 标准很高 那个时候好像要一米六八以上 而且还有面貌绞好 而且最可怕的是 你知道他有一个工作的年限 你可能超过几岁 你可能破三之后 他就会给你各种理由 把你弄成地勤 但是在美国 他有工会保护 不论他变胖了 变矮了 变丑了 变怎么怎么着了 怀孕了 你是不可以让他下岗的 对 你说的这个 就是因为当时空姐的 在工作当中 是最高等级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呢 今天我觉得 我们这个是飞机上发生问题 因为我都是经常坐飞机的人 我一年坐一百多次飞机 看到无数种现象 我觉得飞机上特别怕的是两个 就是现在缺乏这种互相尊重 两种 一种是空乘人员 一种是顾客之间 这次这个就是瑞士打起来 这就是一个人就好像是往后仰 那椅子是允许养的 不 用餐的时候是不允许的 和这个起飞降落的时候 是 他就是在这个瞬间两个人不宽容 据说是后面的 我看那个报道是这个 这个57岁的 先是一拳 在他前面那脑袋上了 那处理完了 罚钱了 罚钱了 而且是刑事我看了报道是刑事 按刑事罪 那按刑事罪 那个就那个57岁那个 这个岁数大的一个人 肯定将来就有案底了 在瑞士一定有案底了 但是您所谓的罚款 他是怎么罚赔偿所有损失吗 他没说 他飞了6小时又折返了 那个不 罚他90天 我看是90天 我不懂他这个 因为咱们不懂他的法律 他是按照90天什么什么去认罚的 那他要是赔他这飞机钱 那大了 我能那油钱 关心想那6个小时油钱 还有200多乘客的那个 时间那没法计算 那你不定那里准有人耽误事 反正啊 就是有有有件事 我倒是觉得 就说你看咱们中国的事 往往都通过一种肢体的冲突 或者是语言 对 激烈的 就激烈的 他不像是那种 你比如英英国人那种 撞了车 没事 一人拿张名片找我律师扭成走了 大家或者邻里之间有什么纠纷 直接就反现见 他是个 不会搞到这种恶言相向 咱们就往往 你看最近网上 我还给你看一段 他们被评为说中国好声音 网上说有一个人家 好像是伪装建筑了 就占用了公共绿地了 还有个公共土地了 然后城管的去管 然后呢 这家家里人就会骂 骂的这人 这城管的 一溜烟 然后呢 就是 所以这个也是传出来之后啊 大家叫好 我跟你说 就跟方大国这个事情一样 就是甭管他是不是伪装 只要能这么骂政府那边的人 骂城管 是吧 网上一片叫好 就是中国好声音 挺逗的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我在我们家做花台的话 需要产权证吗 产生上你后面 但用公地的 也是种花的 有没有产权证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才90岁 对不对 我们家房子一百多年 这房子需要产权这种吗 我这花台没有错啊 我是发生到他们跑了吗 需要什么手续 你告诉我 我这花台我落地了吗 在用国家的土地了吗 四部车子 公安的 城管的 对吧 武警的 全部都出动 有这样的政策 为什么不到钓鱼岛去 为什么在古老百姓家里呢 啊 是不是 中国的钓鱼岛 需要你们啊 对不对 大英帝国是人类 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大的帝国 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老式的帝国 而且还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终结掉 就在我们眼前垮掉的帝国 这个帝国 它是不是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世界 又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样可怕的遗产 它又是怎么崩溃的呢 我们这个礼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三本相关的书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林乌然岛国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刚才看到中国老百姓的大局观 是吧 能从此家给你扯到钓鱼岛去 而且那个花盆没有落地 所以没有占用国家土地 我觉得这招太高了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很有意思 现在网上他们讲方大国这个事 为什么我说 这个东西 现在也有人讲 说这叫一种爬粪时代 就是说美国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候 就是说官员丑闻成了全社会的娱乐 然后背着一个你就得处理一个 对吗 你知道 你不处理这事就没完 你看这个事特别明显 一开始这个政府挡了一道 没挡住 政府现在其实也后悔 还不如早就完了 这真是一个中国特色 就是说我看现在西方媒体都在审视中国的这个特色 就是说这个从来就说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听说过 社交网站承担了舆论监督的职责 承担了反腐败的职责 这是西方人不可思议的 甚至说你知道吗 这个新发国家什么印度 也有这个趋势 就是说他们甚至有个洛杉矶时报有个评论说 说现在一帮60多岁的领导 整天盯着社交网站 或者推特或者什么的 看这骂谁了 你知道吗 完全是被这个东西带着走 哎这你好坏啊 真是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大家说呀是好 说就交基层官员怎么做人 对他现在不是马上就那个那个短信段子就出来了吗 就说说官员互相这个互免 就是第一不要带名表 第二不要在什么什么灾难时候微笑什么等等等等 他弄了那么一条 那么一大溜是说什么呢 就是把最近的这些这些这个事情呢 总结一下告诉官员怎么去做官 我们现在确实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基层官员啊 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百姓 而且很多官员不知道 舆论的就是这个微博的不知道舆论的这个厉害 谁也不知道 这东西做做社会名流的人都知道 这是没小心 对广美都是吧 非常得小心 有一句说不对付 其实你不是那个意思 对我为什么不开微博也是这个 那事说不清楚前后你要把那个话前后一掐 甚至一句话是不是你说的确实是你说的 没错 但前后不是这意思是吧 哎呦真的是 对不对 所以啊我就说哎光美你有什么感受 嗯嗯嗯 你可能不敢不敢说 天天天要小心谨慎的生活 这个大家都觉得不愉快吗 还是希望生活的愉快的环境中 这个还真的就是说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包括咱们的素质也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素质 对 实际是各行车业水平都不高 包括主持人对吧 那么你包括基层官员 对都一样 你就是你本身比老百姓 你甚至还不如老百姓 所以但是现在又进入了一个高科技 你知道吗 iPhone 随便就能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你随时都可能迅速就变成一个 不能挽回的事情 你能在玩 没错 没错 没错